1938年创办的公展会已经成了香港市民春节前夕购置年货的代名词,形成了一种地方文化习俗。 当地时间1月7日,香港第53届公展会迎来最后一天,展会上演着最后的疯狂,不少店铺推出优惠项目,纷纷加码推出折上折优惠。 未长达24天的展期,做最后冲刺,大批市民把握最后机会,化身扫货兵团,攻入公展会大买特买。 接着看到,现场到处都是商家贴出的最后一日售完记纸等减价促销标语,他们准备将货物全部清仓卖出。 有市民提前到达现场,一开售就直冲到店铺前希望买得新头好。 为了抢到更多便宜的量货,几乎每位市民都准备了小推车或行李箱。 许多人抢得盆满钵满,小吃街更是人山人海,背脊的水泄不通。 现场一间泰国香米店格外受得欢迎。 商家推出最后一日一小包米卖14港人的促销活动, 引得近百名市民在外轮番抢购,商家忙得不可开交。 我之前来过买过,买过吃过非常之好吃, 今天最后一天再来过翻箭头, 这样就很用的,十万万问题,好吃最重要, 还有身体健康。 工政委连年一次都觉得香港政府搞这个都挺成功, 不过可不可以在,比如说我们老人家给一些要为一些, 支持,好像今天人山人海,逼到死。 工展会的优惠力度也吸引了许多内地游客, 有来自广东的游客专程经港珠澳大桥来到工展会购物。 有在香港常驻的上海市民表示, 来工展会购买年货非常实惠, 货物包楼万象,既有食品、汤包,还有家居用品、电器等。 还挺大的,他有送一些东西啊, 然后你买够一些,就是买够一定的额度以后, 他还会再送你一些就是赠品, 也是他们家的东西, 然后还有,比如说我买了比较多, 还有一些车啊什么的,就是推车啊什么的送, 对,挺好的,因为可能是最后一天的关系, 人真的特别多,然后感觉走起来比较慢。 最后一日的盛况也忙坏了商铺店员, 店员刚将大批货品从仓库中抬出, 便被一扫而空,场面十分火爆, 不少商户更大呼,生意好到无停手。 据玉花国货销售员表示, 本届工展会望丁又望财, 销售额比起往届增加不少, 店内党身和枸杞等服品最为热销。 销售额比起年好一些, 我们做一个减价, 便宜了我们这些产品, 大海都是百分之十五左右, 一天啊,最高是三万多。 杰纸啊, 原价都一百二元, 我们都一百元两包都是这样买的了, 就是我们的品质一贯都是挺好的, 我们一减价市民都很踊跃会买的。 最后一天, 主办方还进行了备受期待的 公展小姐选举活动, 选出了冠亚季军。 三人分别身着紫色和蓝色旗袍与市民见面。 香港第53届公展会 于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7日 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。 本届以八十光辉药公展为主题, 摊位超过880个。